还是有的 这个字符判断咱们有 这个存在判断咱们也有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边是否选中 默认之后 这里边要多一些东西了 就是复值这一块 复值这一块咱们需要用它 因为咱们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是否选中的这么一些判断 我们把它直接复制过来 它这里边比较少 咱们的复值是还是要多一点 判断的是这个应该是咱们的这里边的这个打勾没打勾吧 因为咱们的布局多了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你谈了这个参数里边就要多一个针对打勾没打勾的判断吧 打勾是什么关系 没打勾不是什么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就少取了一个那个什么 少取了一个 这个空架 这个空架我们是在哪里边放的呢 我们来找一下它吧 这个是在这里边动态的传过来的一个值 还多传了一个值 是否是默认的 在这里边传过来呢 我们直接把它粘贴到这里算了 然后名字稍微改一下 就直接CHP 这个时候我们的参数也得改一下是吧 这个参数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就是说特别的一样 Shakebox 要求他把这个也给弹了 放到这儿 打一个兜哈 然后这些东西 P PSP 然后布置这块别忘了 加上 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啊 说白了就是在这儿不停的替换东西是不是 很无意义 其实如果咱们有兴趣的话 完全可以写一个OM工具 把它从数据库表的这个映射 到这个最简基本的界面 对不对 咱们弄一个模板 按照这种模板生成 这样的话你就省事省多了吧 对不对 咱们完全可以仿照 呃 BS模式下面的一些OM工具 咱们 把它也给做出来 有兴趣了 这个同学啊 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现在在 你比如说像你用Java啊 或者Donet 现在他们这 在这种BS模式下的这个OM工具啊 还是非常的多的 很丰富 但是现在在这个安卓里边 目前反正我是还没有发现过 有这种东西 哦 这个也得稍微奇幻了 这个空件还是有些不一样 除了默认值 还有一个Name 这个东西 ET 这个有了 来对比一下什么 有天差 这个是获取它的值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就是检查这个Counterbook已经存在了 我们要把这个字符给找过来 把字符 直接复制过来 该账本已经存在 请换个账本名称 账本名称我们也不一定 已经存在 今天那个是站在这儿了是吧 是不是往后追加一下呢 检查数据是否存在 这现在看来 好 下面还有一点错误 这是什么 这是删除的一个提示 是吧 这个删除因为又牵扯到那个什么表了 对吧 牵扯到那个消费表了 我们暂时还不能做 先把它评批表 因为这关联的东西有点多 我们这个删除账本的话 我看是直接删除了吗 Delete Delete 我去找一下 但是现在有也暂时不能用 好 我们基本上改造成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去试着运行一下 看它跑得起来跑不起来 所以说开始之前 我们还有几个工作要做 还记不记得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呀 今天的activity 首先你要放这里吧 不然你怎么启动呢 咱们这个叫activity 另外一个咱们那个反射的时候 那个动态的加载脚本 这个里边得配一下吧 对吧 这个要配一下 这个也配进来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堵键面也要写点东西 那个视件要继续往下写 当名字是这个 这个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往下提一下 对吧 我先前已经有了 那是这个吧 对吧 好 在做这个之前 我们还要有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呢 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要把数据库给它清一下 不清的话它不生成 所以说咱们 如果是真的是一个正式项目 真的在做的时候啊 应该是通过那个 是不是那个修改脚本 那个方法里边 在那里边 填加新表啊 然后传不同的数据库版本 对吧 但是那样做 咱们就不这么做 咱们知道是应该这样做的就可以 因为那个比较麻烦 你还要写修改数据库的脚本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看这个 现在它能正常的跑起来 我们的这个 菜单其实也要改的 对不对 还是少东西 菜单的话 我是去直接复制 就可以了 直接咱们的菜单 在这里边 我那个菜单叫新建账本 是吧 直接我给它复制过来 咱们已经有了 这边都不住了 那我直接改一下就可以了 刚才看错了 在这里边直接去换 好 我们现在其实刚才运行了 就可以直接看我们看一下 估计很难一次成功 还是要报点错的 好 这次比较顺利 是吧 没有报错 证明咱们那个代码 封装的应该是 还是比较完善了吧 对不对 稍微做了一点 做了一点批量替换 直接就可以用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这种 封装和规范的好处 大家都弄一个统一的代码 相互修改修改 谁已经写好了 都可以直接用 对吧 这是我们能看到 确实已经 脚本也已经建立了 但是这个样式有点问题 它不鞠躬是不是 咱们把它射一下吧 射一下 它的这个样式鞠躬 好看一点 那这个Itsum 这个是 这个射的距离顶部为处 这肯定 这肯定不对了 我们尝试一下 把它这个东西都给 都给去掉 这是在它右边的软 对吧 这个为什么 设个要抵顶呢 应该不用设 我们在这里边直接设 它的这个 设这个就可以了吧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它都居中 这样的话好看一看 好像没起作用 是不是 所以说它有时候 这个在这上面设置 这个的话 空间 多的这种情况 有时候它是设的是 不起作用 我们还要设置这个 比如说像这里边的一些 我们设置这个图标上的 在复中 应该是那个吧 这个center 对吧 在负的这个时候 在负里边垂直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设置 居中应该是起作用了 为什么没起作用 我想起来 咱们下面是不是还有这个呢 对吧 因为没看到 刚才没注意到 那没事 咱们这个居中 可以暂时先不管它了 其实是居中了 只不过是被挡到了 刚才 咱们因为没设置 好 这个先不管它了 布局咱们先不管它了 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个就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建管用 不管用 好使 好使 新建的这个试剑 也要往里边填一下 对不对 我们新建的这个试剑 还没往里填 我们在这里边判断的是什么呢 按照正常 哦 这里边什么都没弄 添加或者编辑 这个先把它给放开 放开之后 我们这两个有两个title 这个title的字符 我要给复制文 我去找一下 让它我给停滞掉了 因为它弄得太多 要报错 两个吧 什么上本 我们来把这个复制到这里 箱子这块接着往下走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字符 没呢 是吧 这两个都一样 替换编辑或者添加 这个是 这样子的大图 大图标 传了参数又不对了吧 咱们刚才参数改过了 我们这里边要传什么参数进去呢 还要传一个text吧 但是这里边咱们又没有实力化了 那么 逆T 我来看一下咱们要逆T 还传了一个check 那我去找到那个代码 把它实力化 那个box那个代码也给弄了 这个是这个文件 这个来回切 很容易 很容易 搞匀 一个整不好就 要切错 就像我刚才那 直接替换都可以替换错了 这个修改编辑布局还不弄过来 真是一环扣一环的 缺一不可 我们把修改编辑的布局也给弄过来了 这就转进来 转进来 到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先改一下 一T 字符还没有 一会弄一下 这个肯定又要设最大字符了 对不对 然后下边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还是一个字符字的颜色 我们去把字符给找过来 打开错了 跑到上面找 账本名称 这个 哦 这下边这个还不是 我们已经一个一个一个的复制 还有什么字要弄过来 设置为默认账本的这个字提示要弄过来 我发错了 ETCHK这两个是标准的 这个也得 哦 这个没有包错 我估计 肯定是因为那个其他的布局始终有这个 他这个教研啊 比较那个什么 他是全局教研这个控教名 他也不在本本本文件里边教研 就搞了你这个很容易出问题 你万一其他布局里边用了相同的名字 他搞了就不听使唤了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真正用的时候 很容易掉到他这个先名里边 太不知能了 这个教研 从那里加在布局 编辑这个布局 然后Tickbox 获取他这个名字 对吧 Tickbox这个参数 我们要传过去 这是我们也要求要传的一个参数 是吧 那不是 不错了 这是我们的编辑添加应该也完成了 除了删除现在还没有 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删除 我们来试一下 直接报错了 我估计这个很有可能是刚才新添了一堆布局 没有加载进来 或者是没有更新及时的原因 他这个有时候是这样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因为刚才 把continent里边 咱们应该是什么都没改的 这你看 这次重新刚才刷了一下就进来了 刷新 有时候是不及时 这个不对 这个是 还是那个 应该刚才还是没进来 我们再重新进来 估计的那个布局刷的呀 是不太及时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报错的地方 关闭游标 稍等 我们不行 把它给关了 重新打开一下 试一下 好 它果然是这个资源没刷新及时 我们在这里边 打几个空格 然后重新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资源就 就刷新进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再重新运行 就可以就OK了 我们把它运行一下 这时候就 就不报错了 是吧 我们直接点赵文管理 这时候我们来看 我们的这个新建也有了吧 对不对 我们新建一个北京出差试试